一家4S店的网络 他们说财务室和售后前台的网络 完全用不了了 其他办公室的网络勉强能用 他们昨天叫了一个师傅过去维修 但是他折腾了半天也没有弄好 人家觉得他太业余了 索性就把他打他走了 把我叫了过去 90%动网无非就是获取到二级路游戏 或者线路问题 我首先查一下这个电脑的网段 发现这个电脑居然是静态接入的 等一下 什么是静态接入 所有设备包括我们电脑 想要上网 必须都要有IP地址才行 获取IP地址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静态 第二种是动态 动态获取IP地址方式 容易被二级路游戏分配地址干扰 导致动网 然而静态是指定接入IP地址 是不会获取到二级路游戏地址导致动网的 既然静态这么好用 那每个引头静态不就没事了 这可不行 静态有静态的弊端 再说的话视频就有点长了 以后有机会慢慢说吧 言归正传 静态接入就排除了二级路游戏的干扰了 那可能是线路的问题 但是我拼的时候发现 是可以拼得通网关的 如果能拼得通 那么线路也是正常的 这两个原因就排除了 那么应该是路游戏的那一边出了问题 我顺着网线去了路游戏的那边 我用电脑插上去看了一下 居然是可以正常上网的 于是我又返回了财务室 结果一看 居然还是没有网络 那时候我就怀疑是不是网线传输 有问题了 我直接把它主线拔了 直接朝我电脑上试一试 结果居然可以上网了 那么网线传输也是正常的 但是我发现 一插上交换机就无法上网了 这个我就知道原因了 那么这个交换机肯定出现了环路 于是我把主线插回交换机上 一样使用拼命令来检测一遍 因为这个交换机存在环路 拼它会一直显示异常 我每拔一条线就看下拼的数据 直到拔到它正常为止 直到我拔第二条线的时候 就发现拼它正常了 更直观的给大伙看见 我插回去后拼的数据 大伙看见没 这线绝对有鬼 确定是这条线的问题后 我就开始用寻建议 真的网线找到它源头 三下五说二的功夫就给它找到了 这里果然还有个交换机 于是我把主线给拔了 先让财务室通往 但是怪事来了 这财务室的电脑选择有网络 但是网页怎么都打不开 我再次拼的时候 结果是完全是正常的 于是我用我的电脑 接上它的交换机上 发现网络是正常的啊 我的天 这真的是迷糊到我了 那这次既然解决不了 就先放一边 我用同样的办法挨个拔线 把另一边交换机 有问题的网线给找了出来 最后找到了这条线 我给它打个卷做个记号 然后就询问了一下他们 他们电脑都正常上网了没 好了 你这边试下能上网吧 你这边试下咯 可以 可以就可以就可以了 看到你会往线上面 打开随便打开 可以了是吗 倒可以了 倒可以了 知道这条线有问题后 于是我就用群聚仪来找这条线了 但是找了一圈没有任何结果 只知道信号在这个妹子睡觉的地方就断了 在其他地方根本测不出来信号 觉得这个妹子的位置绝对有鬼 但是她在睡觉呢 咱是个连相惜欲的人 只能围着她周边再找找看了 只能围着她周边再找找看了 为了不影响妹子睡觉 我回到财务室再仔细的查一下这电脑 为什么在一个交换机上咋就上不了网呢 我以为是网线的问题 我把网线拔了 插我电脑上 我电脑是可以正常上网的 那么也排除了网线问题 于是我再次查看电脑IP地址的时候 大伙也没有发觉有什么异样 上一个师傅果然是业余的 连个简单的DNS都记得不对 DNS错了就无法正常打开网页了 我于是输入了正确的DNS 这台电脑就正常上网了 又来到这个妹子睡觉的地方了 正想着怎么不失风度的把它弄行 小胡啊 你这点就不如我 汉哥怎么教你 哎 哎 哎 美女你能睡这边吗 你睡这边 然后全部的网络问题 应该就在这边 这这边出问题 对 我知道在这里 但是有一条线传到这里 所以你睡这边呢 就这样妹子睡到自然醒 后面我用寻览仪查了一下 她位置到底有什么要 结果发现她位置有一大红网线 正当我慢慢解开的时候 发现她居然是一条网线的两个头 都插到了交换机上 我去 于是我就把这条网线给拆了下来 他们又可以正常办公了 好了本期你学会 了哪些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